鸡蛋现在在日常的饮食中是必备的食材 因为鸡蛋的蛋白含量高,不容易消化 所以它非常耐机啊 我家一般都是打碎后吵着吃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红烧虎皮鸡蛋的做法 好吃油下饭 准备5-10个清洗好的鸡蛋 用冷水开始炖煮 堆上少量的醋 可以帮助后面去除蛋壳 水滚开后再煮上10-15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了 把鸡蛋放入凉水中浸泡一会儿 这样容易把蛋壳分离 等温度降下来后 剥去蛋壳 用牙签在上面扎一些小孔 方便入味啊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些配料 洋葱头半个 大概50克吧 改刀切成条 将切上三片就可以 葱绿切花 这个咱们最后装盘点缀用啊 接着来炒个糖色 50克的白砂糖 20克的清水 分别倒入锅内 开小火慢慢地熬糖色 用勺子不停地搅拌 糖水会去大泡 然后变成小泡泡 最后熬成这样的琥珀色 就可以倒入400毫升 滚开的热水 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然后化开成这样的糖水 放一旁备用 把炒锅里面加入20毫升的食用油 小火烧热后 把包好皮的鸡蛋放入锅内 可以晃动炒锅 来使鸡蛋均匀地受热 也可以用勺子慢慢地搅动 把鸡蛋白煎烤金黄 每个鸡蛋都煎烤后 下入姜和洋葱条 炒出香味 兑上半勺的生抽 半勺的老抽 来增加颜色 翻动翻动啊 接着兑入适量的蚝油来提鲜 翻炒均匀 然后把糖水倒入锅内 加入一根的葱 再兑入干辣椒两个 八角两颗 花椒十粒 开大火煮沸 然后关小火 炖煮二十到三十分钟 炖煮的过程中 不要去离开啊 要多翻动几次 不然会容易糊锅的 时间到了 美味又耐机的 红烧虎皮蛋就做好了 撒上一些芝麻粒和葱花 哇 你看 这脆皮 裹满了酱汁 那里又入味 好吃又下饭 喜欢豆豆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一下 分享我会做的美到美食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